您好 欢迎收看4月8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为了改善市区人行道和无障碍空间 华联新政府目前正在进行 华联市区街角友善改造计划 包括了临参路、和平路口、自由街、临参路口 和平路、福建街和重庆路等四个路口 以及时来运转周边 主要是针对路口圆弧的部分 及行穿越线来做调整 预计今年10月份可以完工 要请用路人小心行使也耐心配合 华联市区的庸路人要注意路况了 为了改善市区人行道、无障碍空间 并解决路口耗之灵力 强化时来运转周围空间洞线 华联市的华联市街角友善环境改造计划工程正在进行 副县长蔡运皇在建设处长邓紫瑜陪同下 首站前往时来运转听取工程进度 包含临参路、和平路、远东百货路口 自由街、临参路、民意国小路口 和平路、福建街与和平路、重庆路 以及中山路与重庆路的时来运转周边 共五处进行施工 就是希望改善市区的人行道 跟无障碍空间 主要就是针对路口的部分 因为现在目前新的设计规范 对于整个路口的圆湖的设计 还有人行行川线的位置 有做了一个相关的改变一个调整 我们配合这样的一个调整 一方面改善人行环境的空间 以及无障碍的空间 让行人走行川线更安全 另外我们也配合把相关的一些指标 标示跟耗置做一个共感 实在运转区位 这整个空间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完整的改善 让整个行人的动线 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行走路线 让停车的部分 也做了一个比较妥善的管制 还有整个大车的行经的动线 也都做了一个完整的调整 在会看沟通的时间也花了比较长 那我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能够把这个工程来完成 施工内容包含改善交通动线 无障碍空间 易积水路面 绿美化 共感化等 期盼未来能加强行人通行安全 等待空间 交通动线与停车规划 并美化临近东大门的市容 目前时来运转周边正在施作 整体工程预计今年10月中旬能完工 幸福与诺将请厂商妥善做好交通维护措施 加快工程进度 还请用路人注意并耐心配合 记者长方言华联士报导